很多球员觉得我们的掉球一定要这样 吃饭了 是不是一定要清新的慢慢的去掉这个球 要保证我们的球能够掉到我们的防口的地方 你们觉得用掉球是对还是对 我来告诉大家吧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当你这样去掉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这样的掉球 虽然可以保证你的球非常贴往 好像能够掉送对手 但是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的动作没有一致性 你在杀球打钢球的时候 你的手臂是向前甩出去的 灰速是很快的 但是你掉球的时候 是这样去掉 那你的灰速这么慢 对手不就一眼人看出来 你要掉球 他就能够很轻松的预判 提前几通去接吗 第二个点 当你这样去掉球的时候 哪怕对手猜不出来 你的球速很慢 哪怕你的球很贴往 对手呢也是可以轻松的抢到网口的位置 直接把你打死 就像是这样 看到没有 你看我们一共很慢的去掉 那对手就可以了 直接抢到网口 把我们都放出 我们下一派怎么贴 没得贴 所以我们在掉球的时候 一定要不会转出去我们的派子 要我们的灰派 要跟我们的杀球一样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灰派 你们猜一下 这个是掉球还是杀球 来你们看一下这个回派 这个是杀球还是掉球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是杀球还是掉球 刚才我这个回派 杀球还是掉球 掉球吗 是掉球还是杀球 判断不了 是不是百分之九十的球 都会觉得我刚才的回派是杀球 我们的灰速很快 但是它是掉球 所以这一招就可以 你学会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对手 骗的团传算了 因为你的灰速很快 那你的对手会认为什么 灰速这么快 它肯定是杀球 它就会往后站 准备接杀 结果你拦了一个吊球 在它的前面 它是不是完全接不到了 但是很多球会担心说 我们如果是降灰派的话 你看 我们会速这么快 我们会速这么快 这个球肯定会飞到桌扣场 它怎么可能起到吊动对手的时候 怎么可能保证我们的球落点还非常刁赚 怎么保证 来我告诉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魔术批掉的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叫做将灰速转化为我们球的旋转速度 那怎么去转化这个旋转速度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金球的瞬间 怎么样 保证我们是斜拍面对着我们来球 用我们的斜拍面去摩擦球头 带动我们的球去进行一个旋转 这时候我们的球会加速旋转 这个球猫会瞬间炸开 球的空气阻力会变得非常强 那它会减速 那我们的球落点就可以有一个变化 刚开始我们的挥速很快 所以我们的球会实现向前加速 但是又因为我们贴技的这个球头 所以这个球会怎么 切开 以球猫炸开 往下拐弯 达到又快又尖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魔术批掉的一个效果 而且刚才很多球都说对手不配合怎么办 对手不配合你三球 对手配合你就批掉吧 来给他看一下 你个人之前会觉得我们的挥速很快 球一定会飞得很远 是吧 但是现在你再看一下 我们的挥速还是很快 看到这个落点的变化没 挥速很快 挥速还是很快 看到这个落点没 当我们切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球猫炸开的越多 球旋转的越快的时候 空气阻力越强 看到我们的落点没 本来他应该是在中后场的位置 但是现在他会逐渐靠前 靠近我们的发球线 这样我们的球就能够起到迷惑 而且落点非常刁转了 能明白 感谢观看